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了正牌的心理治疗师 心理咨询师 咱们李松卫老师 李松卫博士 对吧 谢谢 徐老师还琢磨这酱油呢 是吧 对 我就来打酱油呢 徐老师往这一坐 就是老抽本人 黑乎乎 哎呦 今天义军这个发型 怎么了 也像是来接受心理咨询的 有点像达力 我觉得 那是胡子 胡子是那样的 我跟你说 我这个妹妹她是真的找过心理医生的 就一次 我可以曝光你的隐私吗 可以啊 那是很久以前了 我就是当时有一点点轻度的产后抑郁 我就是上学期间也看过 就咨询过就是心理医生 就是那时候我有一点口吃 就我真看过医生 后来我发现那医生说的吧 我都知道 我就说算了吧 我自己治吧 而且那医生教我说拿根皮筋 你看我这不防止皮筋 他说拿根皮筋 谈一下就不紧张 其实你说如果说话紧张你就谈一下就好 像您跟这个平常咱们说的那种弗洛伊德 有什么不一样 对 弗洛伊德 他就是荣德 国籍不一样 弗洛伊德呢 他们就是这一套东西呢 是叫精神分析 对 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潜意识 无意识 就是很多时候 但潜意识跟无意识是一样的吗 他有一个是前后的那个潜 叫preconscious 还有一个是潜在的那个潜 叫subconscious 这俩是不一样的 那无意识呢 unconscious 对 无意识其实和这个潜意识 他们差不多是一回事 就是你看不见 就是你自己不觉得的意识 你不知道 对对对对 就是在你头脑里边 你平时觉得说我的想法呀 我的情感啊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说我还有另外那一面 他就认为说你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 但他对你的日常生活是有影响的 而且这个影响很大 你可能一不小心就干出了什么事 你觉得说这不该是我干的事啊 可能是你的这个潜意识决定的 哦 那你们不是那一派 对 我们 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那我学的那个流派呢 更多的我可能会认为说 早就知道要这么干了 对对对对 弗洛伊德他这个很具体的很多说法呀 好像现在已经被当代的这个很多心理学的洋气了 但是他的伟大就在于啊 打开了一扇门 是的 就告诉你啊 底下还有一层 甚至还有一层 是吧 当然到后来就你说这个 这个荣格 他可能他认为最深的一层啊 这也挺悬的 说叫集体无意识 哎 什么叫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呢 他是把它放在了那个文化的层面 这块我觉得其实徐老师应该感兴趣 就他认为说 有很多的咱们这个很深层的东西 它是可能是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存在的 甚至是可能老祖宗的一些东西 你从来也没听过也没学过 但是那个核心其实是共通的 就好比说咱们之前聊过说 很多文化里边的人他做梦都会梦到蛇 蛇这个形象他好像就是在很多文化里边 他都有一些特定的含义 对 这个可能就是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荣格说的那个集体无意识啊 我就好有 我打个比方 可能我这个浅见着实的 好比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口井吧 但这个井打到最深的底下 这个水是实际我们在 就是心里最深最深的某个层面上 我们全人类是共通的 共通的 但还有很多讲的是民族 他有时候跟文化积淀 比方说按他的理论来讲 比方中国人的文化积淀里边 就有他特定的一些集体无意识 是 比如说 比如说对食品的真爱 饥饿的 记忆 见面打招呼 吃饭了没有啊 那有的民族是 日本人是 你是不是健康 我们就是常年这个 因为其实东方 中国的民族是在历史上 是最丰衣足食的这个地方 但人口也多 所以有灾荒以后的积淀到 吃饭比较重要 对 而且这种饥饿可以变成 对所有资源的那种焦虑 强在雪拼的时候 那可能我也是其中一个 而且中国人他不管去哪儿 他一定得种点东西 就是他对这个泥土 他是有着感情的 种菜 对 种菜 他是有一万个小时的 驾驶经验 不是驾驶经验 一万个小时的咨询经验 这真是老四季了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候 我做的叫家庭咨询 对 现在一般这个家长他舍得花时间 花钱 还带着孩子过来做咨询 一般只有一类问题 学习成绩 或者就是孩子不上学了 或者说这孩子什么 玩手机 网瘾 就他对学习这时候 他就没兴趣 甚至是他跟这家人对着干 就是让你在家 完成一些很基础的这个作业 也不做 逮着机会他就开始玩手机 就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家长就觉得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什么 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你怎么办呢 我一般就是把一家人都叫来 聊聊 一般开开家长会 开开家长会 聊聊 你怎么聊呢 孩子也聊聊他是怎么回事 家长也聊聊他们是怎么想的 就有的时候啊 家长他就老觉得说是这个孩子出问题了 不爱学习就是个问题 也是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社会的 大家都对这事很焦虑 那有时候我说你你真的耐下心 这个性子 你好好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 就他不爱学习 他不一定是因为他有问题 他也可能单纯的就是 他对比如说这个科目他不感兴趣 或者更喜欢做的事 对或者是对老师 就是你听听孩子的想法 比如说很多家长他说 我这孩子天天就是网瘾打游戏 我说你孩子玩什么游戏 有的家长他都说不上来 嗯 他说好像就那个什么王者荣耀 孩子说我早就不玩那个了 或者说那你孩子玩这个游戏 你能不能告诉我说 孩子他玩这个游戏 他到底喜欢里边的什么 他在这里边他在学什么样的一些本事 或者是培养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他说不上来 他说这就是电子毒品嘛 还能学什么东西 就是很多家长他其实根本没有机会 真的去听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想的 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有一位前辈 他说过一个话就是那个家长就说 就说某某老师我感觉你跟这个孩子聊的特好 能不能让孩子继续跟你聊 那个老师他就说 他说聊完了能让我把孩子带回家吗 能让我养这孩子吗 你要能让我来养那我跟他继续聊 关键是你不管聊到什么时候 你不还得你来跟这个孩子生活吗 对他又回到了原来那个环境了 他不能是说我在这让你感觉到无限的包容 无限的温暖 然后我们这资讯就叫成功的资讯 因为你不管就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你不管聊到什么时候 你还得回到你原来的生活里 所以他是得有那个好的体验 他也必须得停下来 不能无限制的聊下去 听完了我爸找你的以后少了 就是我不能再给你治了 我得走了你自己烦吧 你不是开药的那种 我不是开药的 你知道最近啊这个我带我爸去看病 碰见一个北京医院的这个一个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大夫 一个老太太还看咱们节目 然后呢本来是给我爸看病 看着看着把我这病给看出来了 老太太说啊就说这个 现在比如说这个焦虑啊或者一些什么 他说这个中国人呢 对这个药啊有偏见 他说你看我啊我就是吃这个抗焦虑的药 他说实际上呢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有的问题 你就你与其用这个毅力啊用道德啊 你扛半天 他说你吃个药 你马上就能感觉到那种放松 那种开心 他说我前一阵我儿子那个回回家来哈 他说这个儿子后来走了之后 他说我就天天伤心老想着 儿子就哭啊就是老流泪 后来一想哦对他来了我忘了吃药了 他说我又吃上又好了 所以我就说我说哎你吃什么药啊 哎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你这个觉得不快乐吗 我说有的时候啊他说你不快乐 占一天里的一半时间吗 我一听他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的那个心理量表上的问题 然后他说你还有爱好能让你快乐吗 你是不是对所有的爱好都没有了 我说我就是好像对工作的爱好在消失 回家还是很多爱好的 最后老太太说 那你不是老太说咱们先观察一个月好不好 再看看 你看这就是我感觉到有的时候东西方的观念 你像美国我听我美国朋友讲 我觉得要不说西方有滥用药物的问题 是的 他们有另一个极端的就是说 这个药是经过FDA的是经过通过的 那么他就是能治你有毛病 你失眠你就吃安眠药 你焦虑有抗焦虑药就吃 像咱们就觉得怎么能随便 我一吃药我 对我一吃药我有病嘛 很多人觉得我要拿到药了 我吃药了我就真的是有病了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就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他很优秀啊工作也就也很好 忽然给我下了一张照片 就他一堆药说他得抑郁症了 我说啊我说这他就是他只要拿到了这个药 你告诉他他有病拿到了这个药他就觉得我真是有病 后来我也跟他聊 我老我跟他聊我老觉得说 我说那如果医生叫你吃药你当然了 你要去治疗什么的但是我听下来呢 我说你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被认同 就有种成就你有个成就感 我就是老我碰到的就是这个年轻人里头 有的跟我说他要去什么禅修 有的说要吃药的干嘛 我说对我来说我怎么都觉得你们需要一个成功 就需要一个被认可是这个东西 不然他们老觉得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上演员做派就好了 哎有在你面前哭的吗 哎有有有 说着说着就就就哭 哎呀这个哭其实不算什么非正常 我反倒觉得能在人面前哭其实是挺正常 我其实很少会用奇葩这个这个概念去去去看人 我我单纯就是会因为就是干我们这行的 我们就是会去评估这个人他有多痛苦 或者叫做这个人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功能 他已经下降到什么程度 所以确实也见过一些很严重的 甚至严重到他可能他自己都没法来做咨询了 他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家人说我替你求助 然后来找个心理咨询师 然后问问说怎么办 对有一些情况是得吃药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心理问题 它背后也确实有这个生理的因素 激素的水平要维持的 对激素啊神经地质啊 它是有这个因素的 所以那个药物呢 它就是刚好能够去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它其实都不是心理问题 它应该就是一个生理问题 对 只不过表现成了 药实际上针对的还是生理问题 还是生理的 我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他这个时候比如说他谈了一个恋爱 他那种心理的激素水平就突然就高了 其实他就不需要吃药了 就如果他有这种正常的人际关系 这种心理上这种啊 能够有安慰的 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方式是适合你的 比如说有的人 他对吃药这个时候他很接纳 他很接纳 就是说我吃药 然后我的状态就好了 然后我也不觉得什么有副作用啊 或者我什么担心 那很好 就是这就是他用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人他说 我觉得这就不是病 我觉得尽量不吃药 我靠运动啊 或者我靠什么跟别人聊天啊 我自我去调节 他觉得这样也很好 那我们没必要非得说谁的方法才是对的 我们就会说你们各自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 都可以 那至于说到了某个时刻 你觉得这个方法已经应付不了了 你说我想去再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 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 有没有人是这个应对社会人际关系 或者在公司里面压力很大 就是正常的这种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他觉得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 太多了 这是来的最多的类型 就是他在人际关系里边 他觉得有压力很痛苦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压力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人际关系给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他真的是千奇百怪 小的他甚至可以说是我到了中午 每天中午这个同事都会请我一块去吃饭 我咱们去食堂一块吃饭 他都觉得我这一块吃饭我聊什么呀 我就觉得好像跟别人在一块就哪怕是一个日常的聊天 我都觉得这个事很紧张 也有这种类型的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比如说老板对你这个KPI 规定的太高压力太大 我该怎么去跟这个老板去谈 他也是有压力 我把KPI听成PUA了 我就跟你说 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这心理学者说说不平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我们对于有些词语啊 是不是给予了太大的滥用 就是你比如说我跟他说说 我说以军咱下次做节目 能不能怎么一点给他提点意见 你PUA我 我都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叫 这为什么叫PUA呢 PUA这个词好像也是这几年活起来的 他其实一开始呢 他的概念叫做搭讪艺术家 pick up artist 那不就你了 搭讪艺术家 我是搭讪的 他最早是一个培训课程 是培训那个男孩怎么去追女生 就是有一些男孩特别害羞 不知道该怎么搭讪怎么开口 他是专门有这样的一套训练课程叫PUA 但这个课程呢 他为了追求那个效果好啊 他就是把那个怎么去跟女生搭讪的 整个过程变成了一个套路 而且那个套路里边吧 他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看起来挺邪性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故意去说他不好 然后你要先去打击他的自信自尊 然后你再对他好 这样他就对你感恩戴德 或者他就离不开你 他就有一些这样的套路 所以后来呢是出了一个事情 就说好像是某个大学 有一个女生被他男朋友这么对待 后来这个女生是想要一死了之 然后解脱这段关系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震惊说 受过这么好教育的这个大学生 他不就是谈了一段恋爱吗 然后那个男生这样对他 他怎么能够把自己就是毁到这种程度 所以后来这个PUA就活起来了 因为人们就说这个男生可能用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在那个课程里边学的 学的 PUA的这样的 说PUA是偷换了概念 我说的PUA就是批评指责 就是一个开玩笑 实际上 大家现在有时候拿这个就是偷换了概念 不是真的PUA 你看 我就上心了 我觉得你就在PUA我 我最早对他引起注意 就是我就发现这个 李老师可以有党演员的前置 他有一次我看做节目 我听那个主持人说 说这个PUA 你能不能给我示范一下 怎么叫PUA 他马上就变脸了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你说这个话对我有看法 跟杨迪 跟杨迪 杨迪当时都吓着了 真吓着了 你会这套是吧 这套东西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它并不难 他其实还不是单纯的这个批评指责 批评指责有的时候是很正常的一种交流 就是我对你这个事不满意 我就直接告诉你说我对你不满意 应该怎么做 但是PUA呢 他其实如果觉得有一个核心的话 他这个核心叫做 让对方开始怀疑自己 产生自我怀疑 就对他说的每句话 甚至他的整个这个人生观价值观 他都开始动摇了 就是在这一刻就叫PUA 我又相信了你是在PUA我 或者简单 徐老师 你在文学小说的情节里 如果是按照他讲的这个定义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不是 比如说一个师长 一个长辈 或者一个爱人 那么你们两个在一起 他开始跟你讲他的人生观 于是呢 他让你感觉到了 你决今世而佐飞 他让你感觉到了 我 我的以前是有问题的 我错了 于是我准备重新做人 那么 我怎样重新做人呢 我还是要多听听他的 这种关系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劣性的 其实其核心呢 是心理暗示 这种人跟人关系的这种控制 实际上目的是操控 或者说manipulate 就是说这个暗暗的操控你的这个情绪 让你觉得你是你是错的 这种方法一直有 总而言之是让你怀疑自己 让你然后接受他的劝告 可是他这个分不分有预谋的和无预谋的 就是 这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 这个当事人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叫停 他能不能离开这段关系 天 其实如果说他说这个事你讲的也很对 你让我去想一想 就是他是有一个主动权的 我们一般不会把它叫做PUA 那什么情况 比如说他说你讲的这个东西让我挺不舒服的 你不要再讲了 然后对方如果说 他说你为什么不舒服 你不舒服 这还是代表着你这个心里边有问题 你今天就不能走 你就必须在这给我把这个不舒服给克服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操控 他对这个人就开始形成了一种 他没得选嘛 他只能留在那个地方 包括像有些传销 他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控制手段就是你就在这个房间里边 你不能离开 我参加过 你怎么会参加过这个 收到一个通知说我中了一个什么奖 中奖 送快场 可以在南洋的什么海边的酒店 可以免费住一个星期之类的 那我就去了 拿奖的时候就告诉我 你可以买那个别墅的房间 然后你买了以后呢 你拥有全世界的他的连锁 他给我看 阿根廷的 这个是秘鲁的 这个是巴西的 你都你每年夏天都能住 就做这个东西 然后你要当然你要花多少钱去买 开始我听听买好 后来我发现 不对 天下没那么多的好事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一样的说法 我说非常好非常好 让我想想 等到我说出让我想想 我才发现你是不能走的 你在一个大厅里 这个大厅很多人做的很和善的 这些推销员 穿的很时髦的 男的西装 女的什么 这个 你是不能走 你这两个人讲不完了 他换两个人来跟你讲讲 是 再两个人讲 你 我后来发现我像被绑架劫持一样 软性 他就是你看 你如果这个不买 你不买一流的别墅 那你可以买一个apartment 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有反感情绪了 我就什么都不买 你再给我便宜 你那个免费的我也不要了 机票我也不要了 对吧 我啥都不要 我浪费了这个时间 他还跟你纠缠 就 我觉得基本的形式就是这样 核心这是哪里呢 你讲的那个PUA啊 跟我们讲的比较好的思想工作 或者心理疏导的区别是 他是要目的 他是为了目的 要改变你 操控你 那么另外一种 像他们以前做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他不是目的 他是过程 就我给你这段时间延长 延长了我多收费 但是我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知道发现一些问题 但是我不对你最后会变成怎么样 承担一个什么责任 这并不是你的主要 但是另外的你讲的那个 你说谈恋爱的那个特别的方法 跟以前的所谓洗脑过程啊什么 那是目的 那是目的 这是分别 那你比如说你这个教授 和你的学生之间的关系 嗯 你不就是改变他吗 不 他原来对文学的见识 可能是幼稚的 你打破了他 然后你教给他新的见识 第一 我只是告诉他 你怎么样写文章 可以拿到好的分数 至于你愿不愿意这样写 你是怎么样看法的 这个是你的决定 而且我们的专业更重要了 一切都告诉他们 我们讲的 哪个专家讲的 谁谁谁权威讲的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的 所以就算这个学生如果很不像话 他一直不来上课 考试也不来什么 那很简单 我们就按照部分的合约嘛 我不负责他的全部人生的 他要怎么样我是没办法的 他可以跑来说我家庭有什么困难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我说也无法完成 那我一点都没办法 我连他那个疏导的工作也不做 我只是告诉他 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 但是我劝你尽量 那我可以帮你忙 这个给你延期 这样写 我觉得他写的方法不对 我就会告诉他 你这样写的话 拿不到好分数的 对不对 你大概我也不能带你写 但是你大概需要 怎么怎么怎么 我不会改变他 我没有目的 我的目的只是在我们的合约关系 我的教书的责任 跟他学习的责任之间 我们履行这个合约的关系 而且还希望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他能够突破老师的框架更好 是吧 你看啊 听一些太太就会讲 比如说这个 他觉得他跟他的老公沟通有问题 就是比如他老公可能说他做菜做闲了 他在他老公看来你少放盐就行了 这是个解决的问题 但是对太太来说 他会觉得你是打击我 比如说这个太太跟老公讲 今天这个碰见了什么事 单位里比如说义军对我这个不好了 但老公就说我告诉你一二三 可是太太觉得我不是要跟你征求办法 该怎么解决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需要你听我说一说 就是说啊 有的人对于批评 就是你说我不好啊 我能律掉你的那些情感信息 我能比较理性的想你说的对不对 我这事是不是错了 这是第一 你对我的态度是第二 但是我发现啊 就是你你感觉到的这个人指出的 不是说这个茶杯你没做好 而是就是说为什么被别人批评了 就觉得自己全面崩溃了 嗯 Nothing personal 就是说你觉得他是针对你 而不是讲这个事你就会生气 很多生气的情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讲我这件事情 那没关系 中国的这个人情复杂 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讲事情 讲事情的话会怕得罪人 所以一般讲的时候都有一个人人际 关系的一个一个一个条例 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 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诀窍 就是一个事情如果有问题 你去指出的时候 要先当病人 再做医生 社会的事人际的事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当人说什么什么不对的时候 都是从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出发的 比方说对一个小孩 他说他打游戏机 他父亲就是医生 对不对 他这个是不对 有问题了 但是他不会站在他这个小孩的立场上 你要设想你是个小孩 你为什么回到家里功课不想做 就在打游戏呢 他不替他去想的 对的 你看他不想病人的心理 直接来做医生 谁都是指责一个现象 这个看不快 那个看不快 文学也是这样 很多作家写一个社会现象 都是觉得社会病了 这个人物病了 我们要提出一个药方 对不对 我就觉得先做病人 再做医生 或者至少你设身处地 觉得你是一个病人 然后你才想你的药方和医治 这样会比较好 徐老师可以来干我们这行 但是可是现在网上 不就有个很流行的帖子 就讲这个事吗 就说这是什么大型PV现场 就说那些老板们都点赞 给员工罚 就说对公司应该感恩戴德 因为不容易在疫情期间 给你发工资 就是您说的 但人家就说这是PV 不 我讲的正好相反 我的意思是说 你老板你来批评员工 不替公司着想的时候 你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 你要是站在一个员工的立场上 理解他为什么抱怨 时间这么长加班什么什么 你老板的态度就会有变化 人很难离开自己的立场去 替别人想问题 这个是一个前提 但是人 你仔细想想我们这个社会 你听各种意见 你如果用我刚才的简单法 你去看看 医生多病人少 而实际上呢 当然是病人多 对不对 医生在这呢 咱们仨都是病人 对 可是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人性啊 真的是我们要明辨是非 但是这个是非啊 又相当的复杂 比如说啊 乔布斯 你承认不承认 压力也是动力 当然 这个乔布斯有没有PVA的性质 当年就是在苹果的时候 不都是他的 当然咱看书看来的啊 有一种叫现实扭曲立场 嗯 我也曾经经历过啊 比如说我的老板 或者我的上司跟我说 我说这个不可能完成的 他说一定要完成 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 哎 就像他们就说这个 这个乔布斯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啊 他给他的这个员工就是 但是呢 当他的员工受到这样的压迫的时候 奇迹有时候也会出现啊 就人的潜能就你刚才讲 他也就是完成了 有些行为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他 他是魔鬼 还是说他确实能够带来人的超越 飞升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有一个事啊 他说叫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责任呢 如果用心理学的这个术语来讲 就是要有一个边界 要有一个边界 我觉得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 可能我们得需要用两套标准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看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次岳云鹏 好像去哪儿演出 嗯 说是他这个上台之前突然收到一个噩耗 说他父亲过世了 对对对 然后说岳云鹏他就在那个舞台上面 他还是在强颜欢笑 就是继续逗观众开心 因为这事跟观众没关系啊 他们花钱买票了 还是得逗他们开心 这个人是 对 但是他一旦结束了这个演出 立刻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他就说这个我不孝 我不孝顺 一刻要回去 就是这个故事啊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什么 是边界 刚才窦老师你说我们这个心理咨询 能不能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其实从心理咨询师 就我们这个职业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不能一直做 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中 到了这个中 我就不再是心理咨询师了 那是什么 我是我呀 我得回到我自己 就是下班了 他也回到自己 不然是家长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在一个边界之内 他是在那个职业角色里边 我去逼他 我去让他去激发潜能 让他去承担可能他 难以承担的 难以承担的东西 但是我们必须得要清楚说 这个事是有限的 嗯 不能把这个延伸到他的整个人生当中 对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边界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施压者 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就是你得了解你施压的那个对象 了解你自己和你施压那个对象的那个边界 我觉得像乔布斯或者你碰到的情况 那个人可能他这个施压者 他知道我压到这儿会产生什么情况 而不是说我们广泛的说 只要那么压都行 这个其实就像现在大家有时候说 什么佛系养娃 我老觉得就很误会这个词 佛系是什么 佛叫人家说观其根性而杜挫之 我得要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我对症下药 我根据他的情况我来施压 他有的人你就是你给他这个压力 他可以变成更好的他 有的人你就是不能碰这条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POA这个概念不能滥用 但是类似的这个调调啊 我觉得都曾经感受过 很有意思啊 当人被摧毁的时候 你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比如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古董 那么那于是你碰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说你那审美全错了 哈家伙就彻底你觉得人家说的也对 或者说人家确实比你道行深 但是当你错了之后呢 就是等于你过去的这个解体了 就是所谓这个自我被被批评的解体了 这就像有些时候不太道德的 这个男的他先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自我解体 就是说你都是错的 你想的那些都是错的 很奇怪 当人这个解体了之后 按说就是可以重塑一个我嘛 但是在这个重塑一个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会发生一个什么呀 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嗯 就是既然我过去的审美观全错了 那么现在看见一张画 看见一个艺术品 我都要打个电话问问他 我说这个行吗 这个好吗 有些事就是最后你变得失去自我 最后你变得依赖他 导师出现 要是马爷来就能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古董行里 我想有很多这样的粉丝和导师 就是比如说很多现在有了钱的 对吧老板或者什么的想投资艺术品 他们就说啊 说这个里边啊 对于外行人来说啊 这个鳄鱼池啊 那家伙你到一看这个展 你一去很多专家老师就来了 这不行 好你 你最后知道吗 你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于是你只有认准他 什么你就认准他 这个有点类似于 我只能说类似于 您觉得类似于POA吗 有点像 那你后来怎么能摆脱这个东西 我关心这个 后来怎么能挣脱这个东西 还是还没挣脱 不要加强学习 自己炒营几次 就建立一下自己 建立自己的认知 我觉得就是说啊 你比如说我 我给很多老师请教 有些时候这些老师们 互相之间啊 都瞧不上 但是我觉得我挺占便宜的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 瞧不上啊 我不管 哎 他说的这个对我有用 我就拿过来 而且呢 我加以验证 嗯 我回家看书 哎他这个人说的靠谱不靠谱 哎 我我加以验证 有的时候真的是请义多师啊 嗯 就是好几个老师 这几个老师里面对一件事情 他说的有共同性的部分 那么这可能就比较有扎实的 这个知识 就是总之还是说 你这个自我这个自由的灵魂啊 没错 但是确实PUA现象 平常咱们看见很多新闻 这个人呢 特别容易变成供这个 供这个人意识的工具了 没错 刚才徐老师啊 他说他教学生说不要去迷信权威 就是说这个人讲的那个人讲的 你都可以听听 但是你最终的判断是你自己的一个判断 其实这个事啊 要说起来呢 他他非常的原始 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感觉 这个其实不是现代文明人的一个准则 这是原始人类的准则 嗯 为什么这么说 我饿了我就要吃 对 我渴了我就要喝水 谁难受谁知道 对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东西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明教育啊 我们有的时候恰恰缺乏这个原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边 就是会有老师他会站出来 他说你你这样想是不对的 然后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而这个说法很多时候啊 他其实确实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嗯 这就是现代理性 他他告诉你说你你 你不要光凭自己的直觉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 就刚才比如说邓老师您说那个 说一个人在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然后另外一个人会生气 他说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 对 你看如果从原始的反应来讲 他其实生气的这个反应是好的 因为这就是原始的反应嘛 我被说了我不高兴 这小孩都是这样的 就不高兴 但是你看反倒是我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我们就会说 你不要生气 嗯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对对对 当做是对你个人的 你要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 可能对你个人有意义的一些建议 我们讲的这个话其实没有错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话的另一面 他其实是在去试图绕开 这个人的一些原始的防御机制 啊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被POA的人 是那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哎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高等教育 他就始终在告诉你说 你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你不能自己舒服什么就接受什么 然后你不舒服你就不接受 你必须要去去接受那些 让你感到痛苦的那些东西 我现在的咨询工作就是要教这些女生 就是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 你该生气就生气 嗯 对 就是你得原始一点 你就是生气 你自己那个人 人欲的灵性的那个东西 我一般从个人情感上 我不去从勤这些人 但我必须得承认 有很多POA别人的人 他自己可能在人生经验里面 他也有被POA的经验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施害者 可能是另一面的受害者 这个我是知道的 嗯 哎 这就是徐老师讲鲁迅的那个 那个什么狼啊 在别的狼面前是羊 然后他碰见更老实的 他又变成狼 把更低的当成羊 是不是鲁迅讲的大概意思 对 但不是指这个问题 哈哈哈 但是呢 我要跟你讲的是 从这个POA啊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它产生一种 就是说是没有自我了嘛 嗯 没有自我呢 就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 我觉得挺好玩 我老是从这些流行词里 观察社会动向啊 那天我听见 哎 反正朋友 男女 吵架哈 哎 我说这是个什么词 挺新鲜 因为我比较后知后觉 说 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呐 哎哎 我说怎么现在流行 后来我一查在网上 现在这是个 特别流行的词 这是个流行词 工具 哎 徐老师我还真的也查了查 什么叫工具人啊 泛指某人在不知情或知情 但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对他人进行帮助 任劳任怨随教随道的付出 在情感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 一直像工具一样被对方使用或使唤 哎 我好像也有点啊 这个工最常用于形容男女交往中 女方对待备胎的态度 哎 这也不一定有时候是男方对待被胎的态度 对吧 工具人毫无保留的付出 却也不会得到哪怕一丁点感情的回应 但是还上了瘾了 当对方用到自己的时候 工具人还会暗自窃喜 终归是有用着我的地方 工具人企图用没有道理的爱 换来一场相互的爱情 他们爱的没有自尊 但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动摇 听上去也像一种伟大的人格 什么 就是 也是一种抱怨嘛 就是说我是工具不是人嘛 对 其实就是一种抱怨 但是 对啊 你说起来这好像也是一个 他是心甘情愿的一种付出 这个话说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 从社会交易理论来讲 说到根上 我们人与人之间 哪怕是 你有个朋友 的确你不能否认 有工具的性质 是的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拿你当工具 没错 但是朋友嘛 有事儿帮个忙上个节目 那么 他 我们都是这节目的工具人 对对对 然后你也想行 酱油工具人 对对 这次你看我上了你节目 那下次我那个新书发布会 你来主持一下 你看 这个是很 也可以是很愉快的 提醒的好 这个是 我记下来 回头加您个微信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大多数情况吧 但是毕竟有时候你在网上经常看这样一些新闻 就的确你有点怀疑 你找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你是当一保姆呢 还是当一钱包呢 还是当一个帮你介绍工作的工具呢 就是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有 我相信可能在很多特别是比如说相亲呢 什么这些事情上 那最典型了 对啊 他就是看你的身高 你的户口 工作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对他就是看的是一些非常外在的指标 你这个人是谁 他都没见过 对啊 你像那天我听一个女的就是说 差不多了 都30多了 对吧 找个老实的就嫁了完了 我觉得我为那个老实的有点叫区 我就当你这样想的之后 你把这男的 当然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存在的 就是你把这女的 你又当成什么了 他是 传宗接代的工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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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为什么会自愿去当另一个人的工具呢 是 刚才徐老师问说有没有那个奇葩的案例啊 我想起来我做的咨询里边有这么一个例子 来了 那个工具人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女人她为什么会结婚 她当时是在谈恋爱 而且她对那个男方其实并不是特别满意 她也在考虑说要退出这段关系了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男方家里边正好是拆迁分房子 然后那边就说说你这会儿必须得结个婚 赶在那个拆迁之前得结个婚 这样家里就多个人口 他都不是多个人 他是多个人口 多个人口他就能多分一点 然后说那男的就去找这女的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如果你不跟我结婚 那我就得找别人 反正那个日子就在这儿 我必须得在这之前把这婚给结了 然后这女的回去跟他父母一合计 父母说你傻呀 你这会儿当然是跟他结婚呢 为了这房子 所以最后这女的就结婚了 这是他婚姻的来源 就是他就是作为一个人口 分房子的这么一个工具 他把这婚给结婚了 他还是为了房子结婚呢 上海很多人是为了房子离婚 对 离婚以后可以多买房子 对不对 而且大家道德上毫无问题 要查了现在 说那个平凡什么那个结婚离婚买房 那要查了 哎呀 我觉得现在老提工具人这个词啊 实际不是个坏事 他代表了某种觉醒 对不对 比如说桌别林 桌别林拍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拧螺丝的那个 那就是说近代工业化 流水线出现以后 人 你就是流水线的一个工具 你想现在很多大公司对吧 某一个环节上的一个员工 这个公司最后跟的成果跟他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 天天做着这样的工作 他会产生一种就是我 无意义感 就是这个要注意职工的这种心理问题 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跟人性啊 是拧着的 是的 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个社会分工啊 你被压在一个一个流水线 或者一个层级关系的一个较低的一个一个关系里 是不是确实容易心理 是 所以我就说一直说要有这个边界 就是说我可以在那个流水线上边 做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你得告诉我这一天 从几点到几点 我穿上那个工服 我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脱掉这个工服之后 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还得做我自己 就是我必须得有这个边界来保护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 包括手机啊 互联网啊 他越来越把一个人 他的那个工作的时间 跟他不工作的时间混到一块了 没错 你半夜也会收到一条短信 然后就是告诉你说加个班 或者一个什么事儿 然后你回到家 你也在看微信 你也在看邮箱 然后你就微信里边 你肯定有工作微信 这是免不了的 就是做工具的时间长 做人的时间短 就是已经慢慢没法区分说 我就只是在那个岗位 或者那个时段里边 去扮演那个工具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人就被疑惑了 我最近有一个重读鲁迅的 正好里边这个回答你刚才讲的工具人的这个问题 鲁迅那篇文章是阿Q正传的成因 他说这个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 是挤出来的 比方是牛吧 他说已经不大有用了 但废物利用吧 张家要我更衣工地可以的 李家要我钻一钻模也可以的 要我在他的店门前站一站 在我背上贴一个广告说 这个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牛乳 我知道我是供的很瘦 但是呢没有乳 但是呢这个想到人家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 只要出售的不是毒粉 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是鲁迅对他自己的工作状态的说明 接下来重要了 他说但倘若用我太苦是不行的 我还要自己蜜草吃 要喘气的功夫 要专职我为某家的牛 将我关在他的牛牢里 也不行的 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赚几圈模呢 连肉都要出卖 那自然更不行 理由自明 无需多说 碰到上述三类不行 我就跑 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 躺平 躺平 你说的话 鲁兴没说躺平 就智能起来 但这三点我极有公平 就是我们都是工具人 我在大学里 包括跑到他这里 当然了 这主持人典型的工具人 对对 我们都公平 但是他这三条原则 就一 一 不要用到我太苦 是 不怕苦不怕死 是比较难的 二 多给点钱 二 不能专属一家 哦 这个是很奢侈的愿望 我们现代社会啊 我要跟我的校长去说 我不能专属你一家 我还要到华东十大做兼职教授什么 这个就是很奢侈的要求了 其实是可以离开 第三 第三是我不能卖肉 我 我卖力气可以 你不能让我卖肉 是卖肉命没了 不是 你要这样来理解 就是说 你比方说你是一个读书人 你叫你叫他写小说可以 你不要叫他整天写广告 那就是 对不对 跟卖力气不同的卖肉 底线有底线 就是我做的事情 你不要帮我改变性质 以至于扼杀掉我的基本生命 我觉得他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作为工具人的困境 和解决的办法 解决方案 所以说 这我觉得 什么都替我们想到了 对 我我我我我 我觉得从鲁迅老师的这个里边 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启发是什么 可以当工具 也许我们都在有意无意之间 是别人的工具 但是永远不要忘了这个心 人的这个心灵 尊重 他是知道喜怒哀乐的 知道冷暖的 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的 是吧 他是他有这个心呢 你做工具的程度 永远要问问自己这个心 对吧 你做工具的这个度 你要把握在这个心 你呢 得掌握这个分寸呢 你得随心而变 为什么呢 因为本节目由随心而变的创为首台 OLED变形电视65W82 特约不足 这也工具人当的 这也工具人当的不错吧 互不及防 我刚才这个案例 就是从心灵到工具 对不对 这个这个里边大有 变连笔变心怪 他这个还是卖力气 不是卖肉 就是您觉不觉得 就是说到底什么就是 叫人 我们这个人 过去最早的一个概念 现在我看有很多学者已经质疑了 说人跟动物的区别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学的概念 工具 人制动工具 但实际上现在动物学的研究 发现很多动物都能制造工具 也不是都能啊 个别动物 个别先进动物 也有能制造工具 也有能制造 所以这个不是根本的这个区别 语言呢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人跟动物的这个 关系性差别是语言 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很多动物有他们自己的 有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沟通 我看到的分别是 动物只有环境 人有远方 就是人相信虚构的东西 对 这个是人跟动物的区别 对 但是呢 我就说沿着这个概念再发展呢 人有把人当成工具的这个发展 社会的复杂化以后 的确有那种性格的人 语军 我觉得 我不好说 义军这个心灵很强大啊 但是义军特别爱帮人忙 我说 我老是说义军 有的时候我就 人帮忙好朋友 他呢 特别有服务精神 谁找他 问他个什么 他都特当回事 帮人扎扎扎扎扎扎 本来可能自己的事也不知道 给弄哪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说你也抓不着重点 你有没有这种有的时候 被周围的家人朋友 包括我在那种工具化的情况 就是你 但是我现在就大师在 不是大师在这儿 老师在这儿 我可以分析了 他们说啊 就是人际关系当中 有些这样的人 他甚至以当工具为乐 他们就说分析这种人是 心理是怎么达成的 后来就是说 有的心理分析师就说 说这样的人啊 有一种从小啊 自我物化的倾向 或者说 习惯于不尊重自己的情绪 习惯于不问自己的 这不是住人为乐吗 我觉得住人为乐 跟物化自己是两个事吧 你帮人家自己感到快乐 你现在把它解释成 这个以当工具为快乐 这两者有区别吗 其实我们很少会 我自己啊 很少会把这些事情 用一个病理化的方式来解释 自我物化什么 其实都是把它 当做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从那个 正常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每个人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发展的那个需求的水平 其实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毕竟过去的很多年 其实很多就是 特别是在旧社会 大家吃不饱饭 是有这个温饱方面的 这个需要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的那个 刚刚说集体无意识 他就是对于那个生存 是有强烈的恐惧 所以对他来讲 就是他也不觉得自己 是在助人为乐 他就单纯觉得说 你给我提了要求 老板提的要求 或者朋友提的要求 我只要答应了 也许将来我就能多条路 或者我这个饭碗 我就能端的牢 他是可能是从这个很 初级的这个生理需求 考虑的 那也有的人 他可能是从一个情感的需求 他会认为说 别人喜欢我 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么我就 他也不觉得自己 是在把自己贱卖了 他觉得说 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做了 别人会喜欢我 我就可以去获得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 他愿意去满足 别人要求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去问 他最后换到的是什么 那个东西可能 在另外一个人看来说 这东西不值钱呀 可是对当事人 对那个人来讲 那也许就是他要的 让别人喜欢我 是 对他来讲是最高的价值 有可能在那个阶段 就是他最高的价值 这个要很重要的划分 第一社会关系跟第二社会关系 哦 第一社会关系就是家人 伦理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是这个 家人以外的社会关系 刚才讲的这个做工具人 虽然难免 但是我们有原则 指的是第二社会关系 是 到了第一社会关系 我是我女儿的工具 我无怨无悔啊 这一辈子都是这样 当牛做马 对 没有什么 直到我死了一天 我都是这样 对 我没有说什么 哎呀你怎么把我当 小孩问我要钱 我乐点点的 他还要你 现在还问你要 他人家到时候 那你想家人就这样吗 你父母也是这样 你会觉得你帮你父母做事情 是工具吗 不会 你只要有你能力 你就会帮你父母 所以在第一的伦理链里边 这个工具论这个形式啊 就是不大妥当的 刚才讲的一些男女关系的例子 是因为他们有的 还没有结成家庭 有的就是用传统的就是这个 怎么说公立的婚恋 就是我要门当户队 或者说我是趋利避害 或者说我是利益最大化 从这些方面 我找最有钱的 我找最漂亮的 我找什么什么 那这个其实都没有用家庭伦理 亲人这个概念来衡量 如果用那个概念来衡量 颜格林的陆范 淹石描写一个女的缝缓鱼吧 对自己老公几十年好得不得了 老公留学回来根本看不看她 老婆对她很好 老公后来去了坐牢了 老婆就送不断的给她 老公只是坐牢做到一半 转育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老婆在外面等了七八天 只是为了最后看她一眼 所以她最后的在牢里的二十多年呢 她就忏悔了 她就觉得这个老婆对她的爱 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 她就一直在脑子里忙写这个小说 回写她以前她对她的爱 这个大家知道最后的结尾被归来写成 就是回去老婆已经不认识她 那可以说老婆一直是她的工具人 但首先第一个老婆从来没觉得有后悔的地方 第二这个老公最后回来陪着不认识她的这个老太太 对不对 她也是回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当她弟弟回来 从海外回来说 哎呀你这辈子好苦啊 也没有好房子 也没有好车子 就是说生活很苦 她哥哥就懒得跟她来解释 她觉得她的生活很幸福 她有一个人一辈子这样爱她 而且她现在完全理解到她这些爱的可贵 所以陪着等于是痴呆性的这么一个老太太过 这样的关系能用工具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感情 我们父母子女包括男女的感情 是应该超越这些工具理性的工具的最高就是 真的真的 我这体会 因为最近我跟我爸爸住啊 我爸爸就是有点那个不良于行了 就是颤颤巍巍的 他这个做任何动作都慢 你知道就是 但是他就特别想自己做 可是我就看着着急 他比如说拿个筷子 我蹭两步就拿过来了 他可能得哆嗦哆嗦几分钟才能拿到 我当时就是你说这种感觉 我好想做他延长的手脚 你知道吧 就是所以我现在每天在屋里跑来跑去的 那因为我总觉得 他从屋这头走到那头都走半天 蹭一下我就帮他拿过来了 就是你那个时候感觉 这个工具是心甘情愿的呀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局限在 这个第二个社会关系这个范畴讨论 很有价值 但是千万不能跟第一个混起来 用把这套原则混到第一个 那就会出现现在很多情况 哎呀 谈恋爱 谈了七八九年 发的微信都可以随时出来爆炸弹 对不对 随时来把你整惨了多少钱 这是什么呀 这个人世间要是所有你所爱的人 他为你做的和你为他做的 你都在想的这个是一种 我要拿回报的 我for what 我要得到什么 这世界真是太美意思 你就活着一辈子何苦啊 就算得到了东西你又何苦啊 这就说明啊 当你吵架的时候 说出你怎么把我当工具人的时候 那这个工具人做的就不心甘情愿了 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我跟你这个老板 我心甘情愿做了十年的工具人 我跟你做了十年的先妻良母 可是啊 变了 会变的 你跟父母永远不会变 也但是呢 跟其他人 这一变了 过去那可就全变成债了 那就是古籍里边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比如有一个美女和这个军王啊 这个美女呢 这个吃了一个桃子啊 觉得这个桃子很好吃 吃了一半就赶 把另一半塞这个军王的嘴里 那军王就觉得 哎呀你看他为了这个桃子好吃 都忘记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都给我吃 后来呢就说这个女的啊 叫年老色持 就年纪大了 姿色也不行了 然后呢 哎做了点让军王不高兴的事 军王就开始说 你看他当年 那自己咬了一半的桃子 赶往我嘴里塞 你看 对同样这个行为没有改变过 但是呢 时间 不同的时间 人的情况一变 所以其实工具人最怕的就是说 在这个关系里面 他不是无言无悔 他是没有尊重和平等 他就会怨 就是他就是觉得自己只是工具 不是人嘛 其实在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 本来大家都会有一个相互帮助什么 但是一旦你这个关系里面缺少了尊重和平等 他就会沦为这种 所谓工具人的抱怨 我倒觉得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人其实放弃自我也很舒服的 好比说哎 我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很有才的一个人 他跟我说 你们袁卓应该讨论这个话题 哎靠谱啊 他讨论那个话题 靠谱啊 好他连续五次靠谱之后 你知道吧 我对这个人产生了信任 这个信任甚至可能到了迷信 我就是他靠谱 人是懒的 有惰性的 到最后可能变成 我懒得去想谈什么话题了 问他 每次说谈什么话题 问他 他肯定没错 然后慢慢的呢 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最后我就发现有一天 我怎么觉得就聊的越来越不舒服了 因为我发现呢 我都这个话题都是他给的 而他这个话题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隐隐约约 隐约约约 就不再是我愿意做的那些事情 愿意说的那些话了 所以你看 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个 一个导师一个什么 经常啊 他把你过去的那些相信的那一套 否了以后 其实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终于可以不动脑子了 我可以放弃自我 因为省事嘛 全是他 全是他 这就是咱们今天讲PUA也好 讲工具人也好 有的时候你觉得是被迫的 有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自愿的情况 但是呢 有一天你觉得 已经不对了 您从这个心理分析上 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就人有的时候并不那么愿意 因为自我啊 有时候很累啊 是 其实这个就是 好像刘勤老师讲过吧 他说叫驱昧 就是后来您的那个过程 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大梦初醒 好像不太对劲了 那个其实是一个驱昧的过程 就之前一直是被一个幻觉统治的 然后在那个幻觉里边 自己也不用去思考 也不用太去感受 甚至都可以不用有自己 就如果真的能够停留在那个幻觉 幻觉里边 其实这个人也挺幸福的 也挺幸福的 就没有自我 就有崇拜有魅的那一天 已经注定了后面的这个驱昧了 是 因为你当你失去自我到一个最底的时候 他一定是反弹的 不是这个人的魅力有了任何变化 其实他跟你说的话题什么 可能还是对的 是 但是你开始变化了 是的 当然你比如说 我再举个例子 父母也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父母 那是幸福还是什么 他就是失去自我了 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就这样 他从小已经习惯于完全是一切为了孩子 但是呢 孩子大了 孩子不跟你玩了 孩子走了 那个时候 就觉得生活这个 这个 就是失落呀 空辣辣的 空辣辣的 有一种呢 比较强势的父母 就是他还揪着孩子不放 对吧 弄得孩子也苦不堪言 觉得好有压力 我相信他一切为了孩子的时候 他也是很幸福的 对 但是这好像是 对于一个人完整的人生意义来说 是不牢靠的 那是按照你后来现代的价值观 你刚才 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的工具的概念 是工具理性 是Max Weaver 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是一个科产化 现代性等等等等的这些 所以我们难以避免人的被工具化 对不对 而且很多时候还千方百计想要 要得到好的 你哈佛叫我做工具 我还乐颠颠的 就这样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传统社会 过去不是工具理性的 我们是靠心 靠这个道德伦理 靠很多 那所以当我们讲到 父母的感情的时候 要千万记住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 这个对父母的感情是被扩大化的 会延伸到老师 官员 天 知道吧 从上到下的这个系统 敢顾鸿鸣的说法 不是脑子的 是心的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很理性的 把这个局限在第一家庭伦理权 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或者在巴巴巴巴巴的那个时候 它就是天下的原则 人就是要凭良心做事 一切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中间你看 这个有时代的发展的这个变化 有不同的价值 对 你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现代社会的 很多这个心理焦虑啊 包括自己觉得自己没价值 或者不知道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从另一个地方 我没有讲啊 你的生存位置就是一个大机器里边的一个螺丝钉 可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人的位置 你怎么理解 其实好多来找我做咨询的 其实要讨论的那个问题 就是徐老师刚刚讲的 他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现代性带给他的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怎么给他解答 怎么给他咨询呢 哇这问题怎么能解答呢 这问题 其实他要是没有解答 反正就没这个问题了 他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是个问题 他没有答案 就是很多人他会说一句话 他说不划算 就想想我这辈子不划算 不值得 他一旦开始算这个事了 他就已经开始把自己 就是一个工具 其实最幸福的时候 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工具的时候 他一站跳出来 他现在知道自己是个工具 他就他就得用那套工具理性的东西去计算自己了 然后那个问题就来了 对 我知道了 还是李老师说的对 界限 做一个螺丝钉也可以很快乐 我觉得两种类型 一种呢 你真的爱干这个工作 那是幸运 但是更多数的情况呢 你未必爱上 像我也未必喜欢主持节目 可是我会觉得呢 人在世界上得生活 八小时以内是为了八小时以外 尤其这样你还要当好这个螺丝钉 你才能够给八小时以外提供资源 对吧 你把这个客户服务好了 他们 就给你 对对对 就是 所以 这个是个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道理 所以关键是界限 那么于是你看我发生过这个 这个愤而辞职的现象 那就是在我什么时候 就是说 一个星期工作三天三夜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限度过 就是鲁迅讲的第一条 太苦太累了 对啊 他就一个限度 没有时间吃草 对 所以你只要还保持一个限度 好像就可以自我安慰 可以自我安慰 甚至于产生了什么呢 就是说 别人拿你当工具 也说明你还有价值啊 对吧 要是再老点 都没人拿你当工具了 卖肉了 卖肉都是老辣肉 卖肉都是老辣肉 过了年头啊 肉也卖不动 肉也卖不动 只能风干了 是不是 西班牙火腿 所以从您这儿 真的是能了解 你觉得最有效的安慰 是什么 最有效的安慰 我一般会跟他们说 对就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其实真正的年轻人 他们对这个事啊 反倒是能接受的 我觉得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 不接受 因为我们过去 就是可能还是习惯说 一个人得有自己的作品 就是自己 就是我 我这个人 我得在这上边 但是反倒是 现在20岁的人 他觉得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作品 就我 我成为一个团队当中的一员 我就是做那一小部分 其实他们是已经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边 生长出来 他们其实已经能接受了 所以一般像我这样的同龄人 我就会告诉他们说是这样 以后会越来越这样 那他们觉得自己活着的这个意思在哪呢 乐趣在哪呢 找呗 找呗 吃呗 喝茶 找朋友聊天 就到处找找 看看哪是乐趣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 就是很完整的有一个体系 说我就是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边 我就是我就是我 就是那个完整的那个东西已经没了 就是驱昧就在于你 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个时候了 所以你只能是说 我接受现在跟过去相比 很多东西已经不再 不再是那样了 像徐老师说我 他还能有一个第一的这个 一个伦理系统里边 在这里边他觉得是幸福的 是完整的 那甚至有的人他可能觉得这个都不存在了 他回到家 他说我都不想回家 我在那个车库里边 在车里边我 我坐一个小时坐两个小时 我等家人都睡了我再回去 因为我跟他们也聊不到一块 也有 现在也有这样的 那就只能继续去找 最后找到了你了 对 然后找到你跟你聊了一小时 痛哭流涕 觉得很轻松 正高兴的时候 你这我也到点了 我不能一直当你的工具人 没错 我得下班了 下班下班 谢谢 今天的工具结束了 谢谢 有一个是前后的那个前 叫preconscious 从社会交易理论来讲 这个钥区是经过FDA的 这个钥区是经过FDA的 是前后的那个东西 下班的东西 都会在这边 有一个是前后的 还有一个是前后的 对 对 对 刚才我们聊到工具人 我节目里做主持工具人 现在少不得做做广告工具人 李松卫老师还是头一回来圆州派 但是我觉得人家讲的道道味道很足 就像什么呀 头一道鸡汤味道也浓 所以这就说到我们的冠冰商 海天老字号365高鲜头道酱油 也是选取第一道原油 特级品质味道鲜美 多谢海天 美味品质生活 海天365高鲜酱油